广告焦点持续带您关注到乌俄战争 乌俄战争到现在还在持续开战 但是在巴斯坦这个地方关键区 他们俄乌的兵力比是1比8 火炮比则是1比5 两方相差相当悬殊 那么乌军只能在战场获得主动权 才有可能在明年底 获得跟俄罗斯全面谈判的权利 只不过俄罗斯发起了 叫二战式冲锋 用肉跟铁雷堆叠胜利 俄罗斯军认为用人海战术 用兵力来抵挡炮火 即使人数差距悬殊也能够获得胜利 但现在俄罗斯总统普清也传出 已经透过非秘密的这些外交渠道 要来跟乌克兰传达愿意和谈的意愿 无人机引擎声划破深夜的宁静 没过多久就传出爆炸声 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处周五凌晨遭到超过20架 俄军无人机攻击 移动住在大楼的公寓 直接被命中造成两人受伤 原来这间被攻击的公寓 是乌克兰一加一电视台主播的家 家里整面玻璃墙被炸碎 沙发上都是瓦砾 还冒出浓浓黑烟 虽然基辅又遇袭 但在乌南前线乌军却传出捷报 赌雷斯基大战 这是交战22个月以来的一大战果 尽管莫斯科没有承认 也没有驳斥 苏凯34战机被击落 一名具有影响力的俄国部落客 推测可能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 飞弹建工 另外就在泽雷斯基闪电 拜访位在德国法兰克福的 一座美军基地 重申需要美军支持的同时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普京从9月以来 已经通过外交秘密管道 释出和谈讯息 而且不排除就目前战线停货 只要能让他宣称获胜就好 普京的政治对手 似乎又少一位 有外媒报道 上个月跳出来挑战 普京总统大位的俄国前记者 邓佐娃 在周六遭到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 以文件错误为由 拒绝他申请缴逐明年3月的 总统大选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现在祭出了人海战术 攻打阿夫迪夫卡 因为这个地方政治意义重大 但是也让俄罗斯损失惨重 怎么回事 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 俄罗斯这40天以来 是持续的在争夺 这个有关于阿夫迪夫卡 这个矿区5平方公里的土地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南北两翼都有数万的俄军 他们采前行攻势 而其实俄罗斯方面 他们除了是投掷温压弹之外 但是也让他们损失了 大约有4万名的士兵 400的装甲坦克 不过乌克兰方面当然也有损失了 他们动用了巴驴40个营 而高层传出说 其实有意要撤离守军 不要让这个部队做无谓的牺牲 其实这个地方这么重要 美国的智库研究所就提到说 俄军是商当来讲 他也是训练有素的 装备也比较精良 只是问题就是 他们常常会从被击溃的部队当中 再组建一个新的连队 所以这些成员可能 他们的默契就没有这么好 这也导致说 在战场上可能会受到一些挫败 而俄军现在主要就是打人海战术 有超过95%投入的士兵 说是在10分钟内就会被炸死 什么叫失衡遍野 这个由乌克兰地11动物机械话旅 公布的空拍影片说明了一切 11动物旅宣称 俄军进攻阿夫迪·英夫卡的部队 在北部斯特波夫村的战役中 遭遇重大损失 不但报销了好几辆坦克及装甲运兵车 步兵单位也几乎被守军打了个团面 自从10月11号 俄军发动阿夫迪·弗卡包围战以来 两军在超过两个月的战事中 打得异常激烈 乌克兰军方表示 俄罗斯以人海战术试图撕开防线 然而大部分的攻势都被守军瓦解 只不过乌克兰单方面的说法 似乎有所保留 而且和其他媒体的报道多有出入 综合英国卫报 法兰西24国际新闻频道 以及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都指出乌克兰守军在阿夫迪·弗卡的战况 并不乐观 随着俄军拿下南部工业区的控制权之后 大部分乌克兰部队已经被困在城内 而且受到俄罗斯空天军的猛烈攻击 报道指出 俄军投下了大量的温压弹 华翔导引急速弹 在配合炮兵部队的自走炮和火箭弹的多重攻击 不断挤压乌克兰的防线 除了分割壕沟削弱各单位的联系之外 也让原本非常吃紧的补给雪上加霜 外加美国和北约盟国的援助缩水 也使得欠缺弹药的乌军 在反击战中更加捉襟见肘 在反击战中更加捉襟见肘 和奥皮特内三个方向对守军施压 只留下西北边的一个缺口吸引增援部队进入阿夫迪弗卡 来自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消息透露 目前军方已经打消夺回阿夫迪弗卡师徒的计划 改为设法让6000名守军撤离战线 截至目前为止 守备部队在这个战场已经损失了超过1.3万人 至少2万名官兵因伤退出战场 根据评估 剩余的兵力难以挡下俄军不计牺牲的疯狂进攻 与其在缺乏后勤支援的情况下死守 倒不如保存战力和装备 留待日后伺机反攻 虽然西方阵营对乌克兰的援助卡关 但是戴训部队的任务并没有停止 德国教官在莫肯镇的一处军事基地 加紧训练乌克兰的预备役步兵牌 这支部队要在围棋四个星期的时间内 尽可能熟悉战术推进 埋设炸药和战场救护的基本技能 以便在完成训练后能够回到国内 投入战斗的行列中 德国教官急得大声喊叫 要临兵赶紧帮忙受伤的同僚 绑上止血带 这次演练的科姆 是假想部队突然遭到敌火攻击 在混乱的战场上 如何就地掩护同时开火还击 尤其部队出现伤亡时 又该怎么样保持冷静救护伤兵 并且尽快协助脱离战场 后送到野战医院接受治疗 只不过从这次的演练中看得出来 乌克兰官兵的动作还很声色 毕竟正规训练需要一年的科目 浓缩到一个月之内完成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乌克兰配属 北约装备的部队 始终和配属二制装备的部队 存在磨合上的问题 扣除武器等硬体上的不同之外 战术运用和联合兵种作战意识上的软性差异 才是乌克兰部队在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 期待克服的难题之一 然而乌克兰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实还不少 现在就传出部分友邦和前线官兵 对于官方的宣传方式非常反感 认为政府高层过度美化了战场情况 却没有真实反映部队面临到的困境 甚至大肆宣传二级公民为了反对普京的独裁和集权 都自愿支持乌克兰 并且加入到国际部队的西伯利亚营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官方邀请国际媒体前来采访发布的新闻素材 夏季和冬季的桥段几乎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其中有几位战士披上了雪地卫装而已 演练的科目也是战斗小组推进时的交替掩护 而且战士的访谈内容 都是难以接受普京因为个人的私欲 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浪 自意发动侵略邻国的战争 并且呼吁更多有良知的俄国人 不要再被普京蛊惑 赶紧弃暗投名 加入西伯利亚营 共同对抗俄罗斯的法西斯主义 而以哈冲突的部分 以色列持续发动强袭 22号空袭加萨造成严重的死伤 现在有联合国的员工 全家超过70个人命丧空袭 再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来关心到以哈冲突 已经是满79天了 那么根据纽约时报 他们就提到说 以色列的国防军 还是持续在空袭加萨地区 这也导致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有一名员工 他家族总共有超过70多人是罹难了 那当然就是要提出来说 这样子的空袭 其实已经造成很多平民老百姓的伤害 联合国就指控说 已经使用了重型的弹药 来轰击加萨的人口密集区 这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平民之外 还有就是会阻碍分发物资 而根据统计 联合国的员工 已经有136个人罹难 这也是史上最多的员工死亡数 只是说现在这样冲突还没有结束 乙军说是又有一个新的精锐特种兵 来首度投入加萨地区 要来进行战斗了 这个特种兵 他们是经验相对比较丰富 也最有能力来解救人质的一个特种兵 那么他们常常会透过一些 像是爆破等等 或者是利用其他的工具 来强行闯入民宅 所以也恐怕会为未来的战争来填贬书 以色列又在北加萨发现了一条新的哈马斯地道 这条地道据称是通往哈马斯领袖辛瓦身边 重要高官的住所 不过辛瓦目前仍旧不见踪影 以色列士兵围住瓷砖地板细细观察 因为这里又是另一个通往哈马斯地道的暗门 一掀开马上有螺旋梯 另一个地道则是用垂直阶梯往下 同样别有洞天 从缩石摄影能看出地道挖得很深 走到底部还能看见十字路口 设有哈马斯监视器 转弯后还有防爆门 至于螺旋梯的地道 根据乙军说法 是通往哈马斯领导人辛瓦侍卫官的秘密住所 地道位置就藏在加萨城巴勒斯坦广场附近的学校 哈马斯在拿学校民宅当掩护 就连左手边的一个停车场也是伪装 有挖到一半的地道入口 和满满的建筑材料 最担心这么多的地道都只是冰山一角 也无法百分百确定 领导人之一辛瓦是否还躲在其中 这是以军先前搜索北加萨阿万德医院的画面 这间医院的院长之后谈成自己和数十名员工都是哈马斯 什么位置呢 部队的部队的部队 部队的部队 部队的部队 你怎么看哈马斯呢 2010年 是确实哈马斯是用这个医院的医院 为兵党的用户 然后医院的医院 医院就失去保护的性格 在国际的医院 阿万德医院 同一时间南加萨拉法地区的医院附近 也还不平静 乙军又对该区展开空袭 现场民众惊慌逃窜 许多人受伤送医 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了准备 我们都会发现了准备 我们都会发现了准备 我们都会在室内 清存民众在惊恐中求生存 继续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就连小孩都得拿锅碗瓢盆 大排长龙 养民众的食物 加萨拉法地医院 期待二次停火 但目前看来 已哈还没达到 以色列翻乎怎么救人 对内也还有其他要利要面对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最近播出纪录片 访问10月7号 突袭当天 幸存的被离团 肯去冠名 有人指控 以军当天 根本状况外 在人质 还在现场的情况下 胡乱用 坦克开炮 进存民众指控 以军当天的行动 缺乏指挥措施 关键的救援良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